那以上是我今天的總質詢 民進黨高雄市議員高敏林 按照既定行程到議會總質詢 質詢完畢卻語帶哽咽 或許是想到這次在民進黨 岡山區議員初選中意外落馬 年輕的挫折不是挫折 在我的看法是上帝的恩典跟眷顧 也是這個上帝出給你的一個考題 高雄市長陳其邁達詢先是送上肯定 接著化身暖男 以過來人角度給高敏林加油打氣 不只陳其邁溫暖滿點 特別上前和高敏林擊軸 議會同仁也送上擁抱 更戴上高敏林競選時招牌紫色口罩 提前拍畢業照 讓高敏林又忍不住累灑一場 我又哭了 就非常的感動 他說 其實人家年輕的時候 心疲惡比老的時候比較好 這句話在陳其邁市長的嘴裡 講出來特別感動 讓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 然後也會更有力量 高敏林連任兩屆議員 曾經因為罷函打開知名度 在初選階段力挺新人 自己卻抱了門落選 高敏林坦爺花了些時間平復 也強調會服務民眾到任期的最後一刻 至於下一步則還沒有多做思考 三神主委大會從高雄參報道